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林家龙竞选团队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,指控国民党为了胜选,竟于昨天傍晚利用机器人语音,传播林家龙会选,但却未让民众有询问的机会,根本是最新形态的选举傲步,而且败坏选风,请国民党停止抹黑的选举,并要求国民党说明,若是国民党所为,必须道歉,若不是。 要求检调调查,对此,卢秀燕竞选团队回应,国民党台中市党部的民调内容很合理,是根据新闻报道,又没有直接指控,检调也却实在侦办,不觉有任何问题,而林家龙不做亏心事,不怕让人知道,如果离山参会不是会选又何必怕民调,恐怕见笑转生气,做贼喊抓贼。 林家龙竞选团队副主委张廖万坚与何欣纯,律师李轩义及多名证人,今天在林家龙竞选总部召开记者会,指控昨天傍晚时,台中市民接获一通自称语音民调,内文位。 你好这里是国民党语音民调,想请教你只不知道林家龙后援会举办参会涉嫌会选,现在检调单位已经在真办。 知道请按一,不知道请按二。 但接获语音的民众想再回问,电话就挂掉了,张廖万坚,何欣纯表示,民众在昨天傍晚都接到此通语言民调,都很错愕,但想再进一步询问,电话就挂断了,根本就假民调之名。 行抹黑之时,因为这根本不是民调,就是要散播林家龙会选不实消息的意图。 张廖万坚表示,大家接到之后,纷纷在群组反映,因为这种做法根本不是民调,纯粹是要散布,根本是最新形态的选举傲步,国民党败坏选风,请国民党停止遏制的选举手法和心春更强调,这个语音一开头就是 你好这里是国民党语音民调,请国民党说明这事不是你做的,若是,请国民党道歉,若不是,请检调进行调查,民进党已在昨晚十点前往的检署告发,律师李轩逸表示,对手已违反选罢法第104条,意图使人不当选,请检调找正确IP,机房及询问第二类电信业者,找出委托人是谁, 竞选团队也找到四位接到语音民调的民众来作证,四人都表示接到后很错愕,还未按及要再询问,电话就挂掉,根本就是要散布布施消息的用意 对此,卢秀燕阵营回应,国民党台中市党部的民调内容很合理,根据新闻报道,又没有直接指控,检调也却实在侦办,不觉有任何问题,而林嘉隆不做亏心事,不怕让人知道,如果离山参会不是会选又何必怕民调,恐怕做贼喊抓贼, 卢秀燕阵营指出,林嘉隆应该像卢秀燕一样走进市场调解基层,不要一昧用行政资源打压,乱花人民纳税钱,更请林嘉隆不要模糊焦点,别想混淆视听,呼吁检调积极侦办,请民进党不要小看台中市民的智慧。 据了解,台中市党部也会做完民调之后公布结果。